《龍飛上宮》 我記得在大概十年前我在《無石》拍戲 拍了一部戲叫《龍飛上宮》 這部戲其實都講了很多神話的事 我記得有一晚我們出外景 整班人坐在劇組的巴士裏 戲裏有一個小妹妹 我們去到一個山邊拍戲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小妹妹就開始有點古怪 首先她就開始大叫 然後不斷見到演員的水 就不斷滴滴水下去,不斷滴撞 然後再大喊到已經沒有控制到的時候 所有龍虎舞姓都按著她,都按不住她 他可以把几个龙虎母鲜 直接是推落地 甚至是将整个秤起扔落地 跟着大家都很害怕 于是就立刻将他夹上车 就立刻极速地送他回酒店 回酒店房的时候 我们大家见到一幕很恐怖的 就是他在我们的床 他在他床上面 我们很多人在旁边 按住他手手脚脚 但他不停好像鬼上身 在那里哀在那里哀在那里哀 到最后我见到一件 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 他是在床上躺平了 是突然间凌空飞起了 然后再踏回那张床上面 但是当他踏回那张床上的时候 他就醒了 发生什么事 就变回一个女性声 之前那个面目真灵 好恶好恶 那把声完全不同了 再问回他 原来他就是说 他记得我们去山边 拍那场打戏的时候 他开了个窗 有条树枝 不知道怎样打到他的臉 于是他就由那一开始 就觉得个人很不舒服 接着后来就有很多声音了 我就送一本圣经给他 另外有一个戏里面的导演就说 问了一个师傅 原来那条树枝曾经在那里吊颈死 那吊颈死 那个感觉是会好像很颈寒 十天十夜没有喝过水 所以他在那一刻是很想 拿过你的水来喝 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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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目击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 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处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店 4 即